这节课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核图 为什么说简单 首先这个图很简单 但它的道理就不简单了 这是宇宙运行的一个规律 法则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只能简单说说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秘密 我们没法去全部揭开它 首先呢 大家看这个图 两种颜色 蓝色代表空心的 是基数的 代表阳 那黑色呢 是石心的 所以代表阴 实际上这个阴阳的颜色 我们说了天选地黄 在天宇宙 这个天的颜色 可能是赤 就是说红 加黑色 一个混合色 我们也可以把它 译回成紫 而地呢 是黄色 我们地球 所看到的说黑白 阴阳 通常这么会来画太极 而这个黑色的颜色 实际上在五行当中它是属水的 白色它是属金的 它两个虽然颜色也很重要 但是 之所以在地球上我们说是太极这么画 因为这个光不断地叠加 这个就变成了白色 最亮的 而墨呢 越涂越黑 最后就变成了黑色 两个极端 是这样来论的 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一 然后二在上头 这是三 这是四 一二三四 五 在正前 六 又下来 七 八 九 也就是说 下边是一六 左边是三八 上面是二七 这是四九 中间是五十 这个 它这个规律 都在其中 这是体 若数为用 和图 跟落书 简称为图书 而这个图 更为根本 我们知道字 都是由像 由画 来构成的 最后 才变成图 书 实际上这个落书 我们只是议会 它也是一个图 我们下节课再说 那 这个东方 代表木 有人说 这个就代表 正广 正广 代表木 然后北方 代表水 南方火 西方金 这个 八卦 就出来了 有人说 和图是先天 但是 我们看 这个五行的像 它还是一个 后天的八卦 没有四个角 但落书才有 它这个的顺序 从一到三 然后上面 从七到九 从下面 从二到四 这是六到八 中间 每个数 每组 中间相隔都是五 用五嘛 藏石 这个 相加都是一样的 而 这个 甲鸡 甲乙丙丁 把这些 石天干 甲进来的话 甲鸡不是 和土吗 甲鸡和土 应该在这个位置 但是 按树来讲 甲是第一个呀 然后 鸡是第六个树啊 第六位 如果这样来论 甲鸡应该在这 不管在哪 都有它的一些用法 你如果说在这的话 那丙行和为水 这个像名为水 这个树 为甲鸡 如果 不看荷画 只看大象的话 人鬼 又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 这个变化无穷 奥妙都在其中 实际上 这个核图 旋转的规律啊 也是银河系的 一个旋逼啊